哈囉 YouTube 大家好 我是Key斯丁 今天來到了清邁最大的 週日徒步區附近 那我要來吃的這一間餐廳呢 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 The House by Ginger 這一間餐廳它公盈呢 是非常道地的泰國料理 有別於傳統的夜市小吃 它把這些料理變成餐廳等級的樣貌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一間餐廳 到底供應什麼樣的菜吧 走 作為泰北旅遊的重鎮清邁 在2020年被列為泰國米其林平建的新城市 其中這一間連續四年獲得必比登的 The House by Ginger 坐落在清邁古城區 是一家由丹美設計師創立的品牌 包含了餐廳 酒吧 跟咖啡廳 這家餐廳混合了傳統泰北菜與現代料理 導遊推薦 米其林推薦 讓我放棄泰國夜市美食來到了這家餐廳 按照西餐邏輯吃餐之前先上飲料 經典Mojito 調酒加入了百香果的熱帶調味 中規中矩 在這能用雞尾酒佐泰國料理 應該就是它的特色 泰國的一大經典菜就是西瓜鹹吃 靠油蔥 花生粉調味 把又甜又多汁的西瓜變成了咸甜膠雜的開胃菜 配上一點點的薄荷 把西瓜單純的美味增添更多層次 這個概念類似於地中海的費塔起司西瓜沙拉 只是風味完全是東南亞的特色 白色鴿子造型的燒賣是甜的 有椰奶 椰肉的甜 還有白胡椒的辣 整體味道像是草仔粿 完全可以當作是台灣菜的一種變體 紫色的味道也是類似的 配上一點香菜還蠻有意思 店家的招牌菜是一個由五種前菜組合而成的拼盤 視覺上非常漂亮 琳瑯滿目 我第一個吃的是春捲 裡面藏了蝦子 蘸甜酸醬吃還行 第二份是一個鳳梨配奇妙酸甜鮮辣組合的finger food 我無法判斷中間的肉醬丁混了多少種食材香料 可以判斷出裡面有花生和豬肉 第一次吃鳳梨配上這種鹹鮮辣組合 算是開了眼界 第三道是把一種很香的葉子 包了香鬆 香茅 還有檸檬的料理 一吃保證立馬開胃 濃郁的味道一次在嘴裡爆發 第四個是炸餛飩 我個人認為這是偏洋人的中餐 並不是我的菜 最後一道是沾了天婦羅粉油炸的蔬菜 簡單配其他料理一起吃 誰說泰國沒有蝦餅 粉漿裡面加入了豬肉 讓整體味道變得與台灣習慣吃到的不同 香氣滿夠的 外層酥脆好吃 在泰國的夜市小吃攤販中 時常會看見有攤販在賣脆皮豬 配蝶豆花飯或餅類 在這邊則是搭配炒飯 只可惜這家的豬肉沒什麼調味 味道很淡 炒飯倒是不錯 泰國炒飯調味會更傾向使用魚露為底 鹹鮮甜為底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到了泰國以後 幾乎每天都會吃到一盤炒河粉 絕對是泰國的第一平民美食 帕泰身為甜酸鮮辣的極致代表 絕對夠味 吃起來也很療癒 只是這一間店的小龍蝦有點過熟 肉質開始鬆軟 並不是很好 The House by Ginger整體而言 雖然燈光美氣氛佳 料理表現有高有低 但在細節上 卻不能稱得上是有到一線水準的餐廳 抓準了洋人會很愛的一切元素 把泰式料理注入了西餐擺盤 更和諧的調味 菜單的編排也讓觀光客能夠更輕鬆 這些都是這裡用心的地方 在這邊能夠讓對餐廳衛生有要求的客人 盡情享受他們在泰國的時光 只可惜我個人總感覺燒不到養處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我是克里斯丁 在台灣有好吃的泰國餐廳的話 歡迎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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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